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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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各位學員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不要緊 跟普通是一樣 我每次來上課 我都想問幾個問題 但你如果看網路 你可能都知道答案 所以不要緊張 我要問的問題沒什麼一樣 台灣人有一種個性 就是 都要看別人怎樣 你接著要怎樣 所以我要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請大家白酒開開 不可以頭髮別人 白酒都開開 你很愛台灣的人請你拿手 我很愛台灣 好像 手放開 你是台灣人的請你拿手 好 你是中國人的請你拿手 請你白酒把它盡起來 你們說的話都矛盾 在座國有負責的請你拿手 有負責的 有嗎 都有負責對不對 你負責上面什麼 負責上面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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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大聲 我不聽 中華民國對不對 中華民國那四二間接著台灣 你剛才說你台灣人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 出貨沒辦法好 很好很好很好 這個理由我接受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新聞情上面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有嗎 聽清楚喔 你連公民都不是 你和公民也不是 你是國民 你有看嗎 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 你的公民都不是 你這麼大閃 有的年紀也不太大 我相信你沒有認真看過你的新聞情 再來 你平常生活要用鈔票對不對 鈔票上面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你用的是中華民國的鈔票 連那個一塊錢的銅板 另外就是什麼 中華民國 你跟我說 在座各位說我是台灣人 沒辦法 不是沒辦法 你中華民國總統 你說你選擇 你有去選中華民國總統 請你拿手 老實行 沒關係 我不會跟你笑 你都去選 說你台灣人 你去選中華民國總統 再來 這個問題也是 要眼睛開開 聽清楚喔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是台灣的人台灣 中華民國的鈔票 手放的 把鈔票拿起來 金起來 我再跟你問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再講一次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中華民國的鈔票 剛才的問題跟現在的問題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拿手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沒人拿手 為什麼我說台灣並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如果真的台灣是你的 你所住的房子 你在繳什麼稅金 你有繳一個房屋稅 又繳一個地價稅 各位 那土地是借你住的 房子也是借你住的 雖然你有所有的收容款 你並不是真的 擁有那塊土地的 真正的主權 你花這麼久 你生花這麼久 你都搞不清楚 我們來看看一個問題 台灣這個土地到底什麼 就是所有的租款 如果說這個土地是台灣人的 NO 因為馬官條1895年4月17號 馬官條會簽的時候 大清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簽 簽什麼 他說他將台灣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你看 這原文 我們大家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都說什麼 清朝 還是說中國 將台灣澎湖 割讓給日本 有沒有 日本 日本跟大皇帝跟有一樣 沒有 公帝跟政府是不一樣的 公帝有這些土地 其中這些土地管轄權 我們學校 交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就是首相去管轄 真正的租運款 人是什麼人 天皇 你有嚇到嗎 你過去堂的車 都白堂的 這個土地是誰的 天皇的 所以你台灣如果說要獨立 美國說台灣人不可以獨立 台灣不可以獨立 但是他沒有要說原因 原因在哪裡 美國是後面那句話說 你台灣人要獨立 你也要去問你的老闆 你的老闆是誰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喔 日本天皇 所以有的人會告訴我 那不對喔 天皇就是日本啊 日本就是天皇啊 來我拿一個證明給你看 1945年九月青日 他簽那個投降書 的時候 什麼人代表 日本 就是什麼人代表 日本天皇跟日本建戶 他的外交部部長 叫做崇光魁 來 崇光魁 有看到嗎 來 尾巴比較多 來 崇光魁 你有看到嗎 崇光魁 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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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Behave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什麼意思 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 有清楚嗎 標示說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 政府是日本政府 不一樣 國民黨這些中國人 要騙 要創造他自己的歷史 他用家的歷史 給你 所以你為什麼 為自己的學校 你搞不清楚 你說台灣的歌當給日本 零分啊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是不一樣的 很清楚 好 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 就今和平條約 第一條到十七條裡面 有哪一條是 說日本天皇的出份條約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第二條他說什麼 Yapain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日本 這個日本 到底是日本天皇還是日本政府 Renunces 放棄 放棄 all 全部 right 大家都讀英文 all的後面 right 要加什麼 S 對不對 複數嘛 這裡怎麼沒有加 啊 不記得加 no right title and claim 這個claim代表什麼 territory 有領土 有領土款的人 可以放棄主張 所以 我們大家一起跟我們說 台灣 是日本的殖民地 沒有不對 因為 在建建法裡面 殖民地 才可以割讓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在那個主電法裡面就說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像我們人的內臟 他有沒有說 你如果教他我親菜掛給你 不行 就是掛給你把家裡會排斥 所以 他掛給人 聽到 從台灣澎湖掛給日本田農 掛到日本田農 他躲在裡面 躲在裡面 躲在裡面 大聲一定排斥了 例如 高沙反抗 你如果看到我一支電影 叫做 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巴萊 有 那個高沙反抗 說不奇怪 我這個土地 我的生活領域 活得好 怎麼一個外國人 就把他管 不可以 那不可以 當然 他 很恐怖 日本 他征服 戰爭法 從來沒有講打贏打輸 用conquer 征服 兩個字 主權的建立 就是要這個地方所有的人 都被統治者所征服 這樣才可以建立這個地方主權 所以 台灣真正正正有主權的結構 有主權的建構 是日本人 日本田農建構 1905年 日本剛才是1895 一直到1905 他對這個高山眾 高山民族 非常不曉得該怎麼辦 一天才沒有去反對 所以 1905年 日本田農 在台灣開一個國際會議 邀請這個 當時美國 的參議員 的參議 躲在那個 廈門的參議來開會 開會以後 決定什麼 冠議說 台灣的 高山族 這些 是一個部落組織 不是政府的組織 所以 他沒有領土權 好像不像印第安一樣 印第安 那時候 他也是照國際法 給他政府 打敗 所以1905年到1915年 用10年的時間 日本田農派部隊 還派警察 再將所有的高山族 和政府 我拿一張照片給你看 清朝的時候 台灣的地道 到底什麼行 你看看 那時候 清朝在台灣 只有六個淳墾區 西海岸 你看 這都不是價錢 這都是 當時的商品 所以 今天中國 他本來說 台灣是 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自古以來 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各位 胡說八道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我一半而已 所以 大家都知道 包括我那時候 都是錯誤的 一邊 一代一邊 所以 自從我們這個漸減法 開始在全世界發佈以後 中國開始改變 這三年來 中國從來沒有講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現在說什麼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到底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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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自己發明的 你還不知道 台灣這塊 這塊 左邊這塊 啊 本來 台灣的當兵 住在海底 這才扶出來 你們相信 這是我福祖八道的 我拿中國解釋 福祭 進去海底 不是啦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台灣人 台灣人 到今天為止 在座各位以外的人 要你嚇 你嚇 你嚇什麼意思 我都看不到 好 一百九五年 四月十七 因為清條建書 因為清條建書 和日本的風地 簽了馬關條約 將台灣 還有一個台灣周邊群島 跟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周邊群島 這個厲害 什麼叫做台灣的周邊群島 有幾個島 有幾個島 三十六個島 這三十六個島 就是台灣的海底 下面的部分 黏湖 這個黏湖 包括什麼 尖閣群島 就是釣魚台 現在 釣魚台 有一個爭執 就是 一百九五年一月分 四月十七 他們簽馬關條 在簽馬關條的頭前一月分 日本天皇宣佈 釣魚台 就是尖閣群島 是無人的島 所以 他派人 去尖閣群島 裡面拋住 可以蓋一個名 他說 因為 國際法的規定 無人島 誰先看到 誰先宣佈 Announce 這樣就是他的 但是 那時候中國 二月分 有發表一個說 No 那時候我們的市民 都有去釣魚台 所以你宣佈的不好 但是四十七 台青的台風地 從台灣周邊群島 來掛尿 日本天皇 那個周邊群島 有三十六個島 所以在1895年 5月8號生肖 6月2號辦移交 那個 街人的外海 橫濱丸丁丸 辦了移交 辦了三天三夜 一個島一個島來移交 所以日本的政府 前主席的這個日本政府 他說 那個時候 因為一月份有選佈 但是 他農替在地點的時候 這三十六島的三十六島 三十六島 坦白說 日本沒有選佈 沒有三十六島 沒有三十六島 依舊在裡面 他是說 我以為議員都已經說過了 你的周邊群島 已經都掛給我了 所以今天產生 尖閣群島 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中國 所以中國的捕捉很出面 中國的捕捉很出面 中國的捕捉有什麼 不要完了 這樣尖閣群島給日本 釣魚台給中國 你們聽得到嗎 你們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兩個人 這樣而已 尖閣群島是釣魚台 尖閣群島是日本 那個地方叫做尖閣群島 尖閣群島 這個中國 尖閣群島叫做釣魚台 所以他就說尖閣群島給日本 釣魚台給他 那不是說一個東西嗎 中國人就是這樣 好 這個問題先不要說 日本拿著這個土地獄 因為剛開始叫做殖民地 因為殖民地不能割讓 殖民地可以割讓 神聖不可分割不能夠割讓 所以馬關條裡面 其中我如果有一個地方說 要將遼東半島 割讓給日本天王 但是那時候 國際上有三個國家出來訪議 NO 遼東半島 就是中國的奉天 奉天 奉天 奉天就是 東國的 清朝的 原始 發源地 它在奉天這個地方發源 滿洲人的發源的地方 他說這樣不行 神聖不可分割 所以不可以割讓 所以馬關條以後 十天 國際上 逼日本天王 將遼東半島 還簽一個條約 叫做遼南條約 來向台青的地國 對於台灣這個土地 殖民地 日本要怎麼處理 他日本 他就叫國際法來辦 在1937年 給他黃民化 什麼叫黃民化 先說一個例 北海道 北海道本來 不是日本天王的土地 是一個殖民地 北海道是一個叫做 艾奴族的民族所大 他所說的為他的生活習慣 跟日本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艾奴族 他剛開始 日本來通在北海道的時候 先 將北海道黃民化 改革日本的 給他寫日本的寫 風俗習慣 給北海道人 改革 所以以黃民化 一後 在這個土地 依照萬國國法 給這個土地 來併為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之前實施憲法 憲法刺激下去 當地人可以做兵 這個當兵 就是效忠問題 當兵效忠的時候 就是勘憑說 一個國家 他的老百姓 要去做兵 但是殖民地不用做兵 所以台灣人 從來沒有當日本的兵 一直到1945年的4月1號 1937黃民化嘛 1945年的4月1號 黃民化 日本天皇公佈 憲法在我們這裡實施 以後 給台灣人 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這個參政權 就是有 台灣人 只定三名 參議員 五名的眾議員 這都有人 都有人 有這些人去參加 但是在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選佈導航 不是日本政府選佈導航 日本天皇選佈導航 再來研究這個戰爭的問題 1941年12月7月 日本天皇選佈導航 他叫他的 不是他叫 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大帝國的政府 東條英姬 發動戰爭 突襲 我沒有說偷襲 突襲 珍珠港 12月8號 美國的國會 羅斯福 在國會裡面宣佈 用邪惡的日本帝國 襲擊 美國 所以 英姬 選佈後 美國的國會 對日本選佈 各位你要聽清楚 不是羅斯福宣戰 是國會才有權力宣戰 國會才有權力宣戰 這是美國的制度 所以12月8號宣戰 12月9號 我們所託的政公 蔣介石在 重慶 對日本宣戰 你有託在這裡嗎 有嗎 有的驚訝 你都沒有鼻炎 沒有鼻炎 那當然不是他宣戰的嗎 他還告訴你一種 蔣介石 他說 我取消不平等條的 有嗎 有 有說這點有嗎 有的驚訝 有的 有的 有的人有空 有的人沒有空 取消啊 對嗎 取消不平等條的 對日本宣戰 有嗎 又騎去買店 很好看 鼻鼻 各位 我告訴你 政府給你看 中興新村 保利 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的地方 他有一個 報告罐 就是聽說 他叫做 中法民國報告罐 歷書報告罐 什麼罐 你一面 走到 放拼的時候 我倒邊 走五十六保的地方 你頭到外面看 那有一個原文 他們還在那裡 中法民國 對日本選前 一個書 那個文書 我去看 各位 什麼人選前 中法民國的主席 林申 政府在那裡 做什麼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可以宣戰嗎 可以嗎 全世界不聽說 行政院長去宣戰 宣戰的 林申 你怎麼騎去 有嗎 你有騎去嗎 有嗎 還有 取消不平等条约 取消不平等条约 全世界上 所有建经医疗所签的条约 都是不平等 不然你给我举例 全世界看我对一个条约是平等 但是我以前设计的时候 我对他很钦佩 好了不起 取消不平等条约 我现在知道我合公 不平等条约怎么能够取消 而且 你如果要 你当时你卖签就好 清朝的皇帝你卖签吗 日本跟人家一天 穿到阿迪说你不签 就把你毙了 没有 你如果卖签可以 美国 这就又贱 贱到他销售的为止 所以 一定要贱 日本田龙刀行的时候 日本田龙可以卖刀行 继续还贱吗 贱到什么时候 整个国家去消费 所以 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错误的历史 所以那时候 在台湾还给你冲一点 1945年10月25号 台湾光复 台湾光复 你想想看 台湾建书 台湾打败仗怎么会光复 全世界没人听说打败仗能够光复 好 你台湾人做兵 四季腰 放在什么地方 日本的建国神社 里面有39100名的台湾人 我请问 中华民国的中立池里面有台湾人吗 你都回到这么近 有啦 没几个 一百个以来 你只能这样想 你就知道我们哪里有什么人 但是你面对金兆 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们是日本人 我们是担日本第二国的 产民 不是现主是新日本政府的国民 现在现主席的日本政府是什么 叫麦克阿瑟 在1945年的9月份 用很长的时间 一星期的时间 收到现月 批 说平安不对 送给日本天皇签 日本天皇含着眼泥签下来 含着眼泥是我说的 加重形容词 所以他签后 他对日本人说什么 你们从今天开始 你们这些臣民统统变成日本的国民 日本天皇的国民 但是1945年世纪统统变成 变化在台湾时 台湾这位土地的人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 你用你的头想想看 臣民在这个地位来说 臣民比较大国民比较大 国民比较大 臣民比较大 在标过看看 臣民比较大的丫头 国民比较大丫头 日本已经要求说 台湾政府不是民政府 我们已经改成 因为到八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改成台湾政府了 我们现在你们国内 你们是回到可以放炮了 因为我们从第一期到第七六期 都是叫做台湾民政府 这期开始改成台湾政府 因为不要让大家五次 所以会再加上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怎么来 待会再告诉你们 不然你们就一头五岁 在这里最好 最好不知道 什么叫台湾民政府 今年八月十五 我们接受建国神社的要求 我们要内阁 同时要派三名的参议员 五名的众议员 去日本去祭拜建国神社 所以我跟日本人说 我们会去祭拜 但是不好意思 你们日本的内阁 要站在后面 为什么 我们这里日本的 你们来你们来 站在后面站在后面 我不好意思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产民 你们只不过是国民 他们都害到 对不对 我问你 有说你自己去兵 所以这边宣企 自民党最后派起来 100宿80宿变成294宿 老早我在这里上課 三个月前已经在这里有说过了 有人说这三个人要相信 民主党那年宿 你自民党 有很多人说自民党英文也不复杂了 我有够大胆在这里说 我这大胆我才知道 他说美国告诉我的 美国不是只跟我说这而已 旧年 的忘年会 12月31号 我在忘年会上面宣布 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 前年就在我们两年前 有听了很久的亚洲 怎么看 有了 我没话说了 你能去看亚皮 有准吗 差一千票而已 只差一千票 各位 我有在想说 整个亚洲的局势 坦白讲已经完全掌控到 美国人的手头 在这台湾的CIO有几个人 两千名 所以有在想一想 包括日本 日本现主席 自民党的安培 从来历史上没有人说 我做中立的 罗台 还做第二任 不是说连续的 隔了五年以后 还做中立的 没有 而且整个日本现在气氛 改变的 所谓的右倾 他说我们要 修改宪法 要回复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我们主席今天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在台湾 因为 还在军事占领中 所以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没有办法实施 但是不表示说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没有覆盖在台湾人的身上 这个土地 如果是日本天狼 美国说的都对 你们台湾不可以独立 你要去问什么 日本天狼 老板没有说可以 你怎么独立 所以 2010年9月8号 我们在美国 办集会时 美国的国安 当局 当局 三岸 两条都 各位 在那里面 那是原版 在头前 因为在我们这个时刻 我们就已经发现说 台湾真正的地位 属于日本天皇所属 但是由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 这两条都 美国在做事情都不要跟你说 送你东西 送你菜 送你土 你要自己去看图 说话 如果说不对 他也不要跟你说 所以你看 美国在指导 全台湾的 台湾的那些东西 都跟你说 台湾不可以独立 台湾不可以加入联合国 台湾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从来没有讲说 台湾可以怎么样 今天我们跟美国就说 你必须讲 台湾要怎么样 对不对 马上在这边发现的就是 我可以讲给你知道 1月21号在这边搞 美国总统要就职 欧巴马也要就职 我们 有邀请函 我们也要送他一个大礼 1月21号 我们送这个大礼 让全世界都看有的 我们要在华盛顿邮报 给他订一个百倍的光阔 给他看 华盛顿邮报 要订他的报纸 不是在秦台订 他就要说法理 我清清楚楚 美国 华盛顿邮报 那总编辑 那编辑 看到 我们给他告 怕一条 台湾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说有 请你看 2005年 9月20号 华盛顿邮报 我们也登了一个广告在那里 他又登了并 看 所有华盛顿邮报 那些总编辑 感动万分 主动告诉我们 21号登在报纸上面 他们要用最特别的版面 给全世界人 都替我们台湾人 讲话 我们不用革命 我没有你叫你丫头丫青 什么人叫你丫头丫青 你跟他说 请你做代行 因为我开始有看到我忘记说 台湾就要革命 要暴动 你说你做代行 要革命 要暴动 让他们做代行 我相信 跟你说的人 绝对都丢掉了 台湾 要恢复地位 不用革命 用一支笔就好了 用一支笔就可以了 国际法 是全世界那些国家 所成立的 包括你中国 你如果要崛起 你中国要拼起来 你也要遵守国际法 所以两千块七年 我开始公布建政法的时候 中国他也开始 叫他的学者去研究 南京军区的司令员 委托武汉大学 八十几个高校 去研究建政法 他也出一本册 在2009年 出一本册 我告诉你 所谓的那些东西 有关建政的部分 和我所谈的 和我所谈的 一模一样 我不敢说他炒我的 但是因为建政法是一定的 所以我能够写 他也能够写 独独 台湾的地位 他躺 就要跳过 没什么 所以我会跟你跟你说 2009年一后 中国共産党的最高层 他们已经非常清楚知道 台湾永远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很简单 我说简单的话 让你听到你听到我 中华民国是当时生日月 1912年1月1号 生日月 对不对 1912年的1月1号 1911那个时候 这个土地是什么的 日本天皇的 不要说日本 要说日本天皇的 所以 1912 1911 以后 照着你来说 如果真真真正说台湾这个土地 如果没涉日本天皇的 也要涉什么人 清朝的 那不是 是不是要涉清朝 理论上 法理上也不是 如果这样的时候 跟中国民国有关吗 没有关吗 更何况1949年的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变成功 武装革命成功 给他宣布改名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就没来台湾了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来台湾了 所以这个土地 如果真真真不像日本天皇 各位 我们要穿长袍马褂 穿着那些衣服 跳着跳着 都会相似 我们不是 所以在法理上 所以美国 很简单 我们组织两千块 10月20日 是顾美国以后 美国跟他说几次 你们台湾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解不清楚 人家这么说 我原话 反应做台语 让你听 他说我美国 和日本天皇建政 台湾这个土地 是日本天皇 现在我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我请问 我要跟什么人讨论 什么人 日本天皇嘛 对不对 有简单吗 我现在说你就听我 要跟中国说 有的饭湯 台湾人说 中国不晓得肯不肯 跟中国何关 中国人是要参加什么 头位都没有你的名字 你说什么 你们家的家人 你们家的家人要娶母 你敢不敢去管 那不可以 你娶母不可以 要换那些才对 不可以 不可以 也不是 有简单的解释 不用解释 一般的常理 中国跟台湾没有关系 主动麻烦掉 以后 已经是完全的分割掉了 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这么清楚 那有清楚吗 母亲 如果出离了 我看你又变 我跟你说 不要选拗了 好 现在出离 不好意思 那是什么人的厚生 叫我们回家 台湾人是感情的动物 有感情是很好 但是感情不能太烂 1895年 交给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按照国际法 1.1D 在台湾行实施内地延伸 所以那个时候 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 第一 他本来是说 台湾这个土地上 600万的时候 他说干脆都给他送走 国民党那时候 有这个电文 有跟美国討論 但是美国说 600万人他没办 但是苏联就去做了 北方四島 苏联1万7千几个日本人 都用尊带一趟 北方四島 他宣布说 那是他的 所以驚立 日本的政府 跟苏联说 北方四島要还给我 苏联他印一句话 他听清楚 他说北方四島不是你的 你怎么听不懂 日本人听不懂 日本人说奇怪 来上課 有啊 怎么不是我们的 明明就腕力 土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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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啊 怎么不是我们的 各位 北方四島是日本的吗 是不是 是不是 当然不是 因为现在的日本政府已经变了 不是日本帝国 改变宪法第四条到第九条 原主席 原主席的日本是新日本政府 所以新日本政府在旧今天和平条约的时候 日本放弃全部的主权权利 不是说旧的日本帝国政府 是新的日本政府 因为新的日本政府 已经没有权利来管台湾了 日本帝国有权利来管台湾 所以跟你说一个事情 台湾的总督府 总督府的官制 到今天为止 没有取消 你有怕到吗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总督府 台湾总督府官制 没有取消 意思就是说 有一天 美国军事尖命 要将台湾行为日本帝国 日本帝国 最最可以任命总督来台湾管 这有意思 所以我跟你说 台湾的国际政府非常亲 所以是怎么说 要来收分的原因在这里 好 再来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台湾人要怎么 美国你把我们抠起 所以美国那段 和我们说的时候 他说这样子 我台湾要还给你们 你们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因为我们当时顾美国 他说那两百二十八的名 都要出来 我说那没有问题 第二 你们要训练四千名 来接掌政权 这我就 大家都想不到 那怎么不想跟他说三千 为什么不讲五千 为什么指定四千 老百我才知道 原来一百九五年 一九四五年 台湾人来台湾的时候 设了行政长官公署 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那时候行政长官公署 他带一千名的中国人来台湾 做公务人员 所以在座一定有看到 有很多那时候 他要叫一千 也不简单 小学毕业也在做好书 做好中 所以 大家有的 我们的同志说 我刚刚没有什么学历 我现在做台湾政府 的行政官员 有得到 你绝对有得到 为什么 各位 那些没有小学毕业 都有 没有小学毕业 请举手 各位都有 你有资格 你至少比中华民国人 有资格在台湾 来做台湾政府的行政人员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自己要有信心 中华民国在困难的时候 就是用我们的信心拼命打击 你台湾人都不行 你看 他怎么打击 电视上面 所有圆导的 所有漂亮的 那些好坦 演艺人员 都是什么人 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 台湾人生得比较漂亮 生得比较圆导的 我跟你说 你绝对打不起来 甚至 他在中国里面 就在台湾人 我不知道 你有看过一个鸭匹吗 阿红 这个 老婆生很老 撒一个 撒二爪 撒二爪 撒几天 我一个铜板 没几个 去买两个 过拼 让他们老公吃 那老公加下去 不加以前说 阿红回来 各位 我每一次都很怕说一段 因为我说一段 我的脑袋都会铜起来 但是我今天听我说 我的眼睛 我不能脑袋 再铜起来 但是我跟你说 像这种鸭匹 就是无留你台湾人 潜意识来 让你台湾人说 你台湾人敢给主企 做撒二爪 真的 你看看外面 撒二爪都台湾人 那些中国人 所谓的中国人 那些难民 各位 他不是叫做农民 在法律上 他们叫做难民 中美国去用消费 他走来台湾 这不是难民 不是叫什么 所以他们是难民营 今天台湾人 对这些难民营的优待 全世界警戒 只有我们有而已 西中在达兰沙拉 的难民营 是美国付资金 我们在台湾 这些眷村 他们有付资金吗 没有 这战争法不允许 不只不付资金 你就要再 看病的时候免费 我们台湾人 你台湾人 你要看一个病 不要说你看病 你要住一个三等病房 再一个房就好了 你都不一定会有位子 我经常也接到我们的通信 你说 秘书长帮忙 我家什么人 住院 连三等病房都没有 要在急诊室 要去等 你要看荣民 你去荣民 那个荣座 你看看 整栋在等 洗得清清晰晰晰 皮团用得好洗好洗 随时 连咸咸都可以去煮 这有公平 但是台湾人习惯了 所以你如果 就是说你台湾人 是中国人 我跟你说 你真正做 整四人的路材 还不是过分 你如果要正经法 这个土地 你只要学到两件事 第一个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我问你 美国占领到伊拉克的时候 有没有叫伊拉克的人去当兵 当美国兵 有没有 没有 美国去占领 留学的时候 有没有叫留学人去当美国兵 没有 阿富汗也是同样 占领不可以移转出款 他到路边 这个出款 要向当地的人 当地的老百姓 当地的老百姓 他会退当地的老百姓 建议什么 民政府 我不喜欢这个政权 海山我不喜欢 我把它 把人家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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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匹 就要建立一个 叫做 伊拉克民政府 美国在伊拉克 他有这样做 你知道美国搭在伊拉克 跟英国搭在伊拉克的时候 伊拉克有几个 伊拉克民政府 你知道吗 二十几个 路边美国 要承认哪一个 他讲 在华盛顿第一次 伊拉克民政府 下令他签到伊拉克 然后他承认 然后给他政权 让他去管整个的伊拉克 然后开始在办选举 这就是民政府 韩国朝鲜 朝鲜半岛的时候 第二次是伊拉克 1945年 8月15号 日本宣布 头上9月份 朝鲜有两个民政府 第一 有当地的人自己组织 他知道战争法 当地的人组织一个叫做 朝鲜民政府 同时要够一个民政府 就是当时 Korea相害 就是一个流亡政府 离上海组织的朝鲜流亡政府 三当一 汉城 三当一一马建立朝鲜民政府 两个民政府 美国在9月18号进到韩国以后 一宣布 这两个民政府全部取消 他不承认 他自己建立一个民政府 他上台是要叫什么 要叫日本原来的总督府里面的总督 继续担任民政府的主席 但是韩国人反对 所以他没法 减贵一番的变革 他只要让里程完 起来接 这是过去 对所谓的民政府 战争以后的民政府 全世界所有 因为战争以后被占领的地区 的老百姓 一定要自己成立民政府 而且由占领当局来给你承认 我们今天台湾 我以前最后我有说过 我看今天已经有四五个 台湾民政府 不然就给你扶我 扶我摩扎民政府 不用烦 你说我来不对 我每一个都要去去看看 不用烦 不用烦 是怎样不用烦 是怎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漂亮 什么人到美国 美国要找那些人 所以谁到美国 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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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欢迎吗 所以有很多 民进党奇怪 为什么美国都不跟我们谈判 只有找你台湾民政府谈判 各位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这个民政府 是 价价价价 顾美国的人 顾美国 顾美国 中华民国 補充 顾书 他不要看英文 我说这 你不相信吗 我说英文 你买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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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买英文 只有一天而已 除了都买英文 那不买英文 就买英文 要听吗 要不 买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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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要老实 懂就是懂 来 我问你 Chinese 台北 有简单吗 Chinese 叫做什么 中国 有的 如果 说中华 台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台北 对不对 现在中华民国 在参加世界 做这个 这时候用名 用什么 Chinese 台北 好 Chinese 台北是中国 台北的请举手 中华台北的请举手 都没什么意思 好 流亡政府 中国流亡政府 在台北的请举手 不错 不错 我刚才这句话 四五年前 在说的时候 没人相信 现在在Google 去讨论 去看看 里面有什么 Korea 湘海 韩国 流亡政府 在上海 French London 法国 流亡政府 在伦敦 美国 London 比利时 流亡政府 偏偏就是 Chinese 台北 没有人要说 流亡中国政府 在台北 只能说 中华台北 中国台北 你自己 自己 本身 台湾人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台湾自己本身 台湾人自己本身 我不要说 我说不聖 你不愿意 但是你说你懂英文 No 你不懂英文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说你不懂英文 我说你不懂英文 我再说一句 给你听 好不好 好 我说 台湾 台湾这堆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是殖民地 要怎么证明 我可以证明 你看看194000年2月10号 意大利条约 来 拿出来 194000年2月10号 意大利条约 意大利有没有参加世界大战 意大利合约 194年2月10号的23条 你看 你看 意大利 放弃 All right And the title to Somaria 用那边看 to Somaria 跟 就今天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 那条是什么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有没有 来 就今天和平条 第二条 我怎么看 来 你有没有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为什么 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的时候 没有那个Claim 什么叫Claim 主张 对领土的主张 这是标准一下 Somaria实实在在的是 意大利的殖民地 台湾 不是日本的殖民 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有清楚吗 又看 台湾人建经细一后 要去放在日本建国神社 台湾人建经细一后 并没有放在中法民国的中列子 台湾不是日本帝国的人 不是什么 我相信你现在内心一定有很大的冲击 美国都告诉我们 OK 你顾美国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的策略是 第一条我们去顾美国 顾美国 去把日本叫出来 现在日本我们有叫出来 有啊 你怎么叫 我没有叛人 我也没有天皇 要怎么叫 我们怎么拉出来 蛤 没没没没 但现在要让日本天皇知道 要用日本天皇出道啊 日本天皇你跟我有关系啊 你的阿公啊 你的阿公有这些肚子 你不记得了 对吧 要怎么知道 我跟你说 两年前了 我们本来要做那个忘年会 去做那个大巨蛋 定金十万块也会落下来 美国跟我们说 你花十万块 你要花几十万块 去日本啦 要跟日本天皇说 要让日本天皇知道啦 蛤 日本天皇 你不就跟他介绍 美国怎么说 你自己想办法去 喔 天皇那小 真的天皇那小 真的天皇那小 习近平呢 习近平就 那是2009年的12月15号 习近平就去给美国拜托 拜托拜托你给我安排 他扎我们的头颈就对了 我们就去修一个方法 第一 我们来去建国神社 给他参拜 甘忙 不是啦 把建国神社 那些英灵说 去拜建国神社 因为建国神社 是日本团队也一定要去的 那是替日本建议的 建议的 所以21号去日本建国神社 拜托拜托 来日本天皇 刚才12月23日 来去跟日本天皇说 我要去修修 他们前三天 就是23号 前五天18号 去年18号 我们就去拜奉日本天皇的同学 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的同学 去跟日本天皇说 喂 您阿公有一个教书 教书很漂亮 送给他 你记不记得啊 当然我相信他知道 所以我们去年要去的时候 日本天皇知道 你知道吗 去 去的时候 你知道要去奉公 有两道轮 两道门 在灌 第一道的时候 你不能买那车 就那车 就那车 就是我们民政会的车 除了日本国企外 其他的旗都不可以进去了 跟第二道门 工内厅 打电话 给那些警察 说旗子可以进去 这破旗路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 真是中 little 要用藏的 木骨十肌 第一次 前年 去年前年 現在要说前年 在 差不多百 几肌而已 那一一一 但是那一一一 日本天皇知道 那是九年 今年不一樣 現在呢 今年 這是今年 今年 220個 去香港 打破紀錄 日本的香港 優秀以來 遺留到日本的那支機子 馬路機 伊娃 所有的機子沒有一個旗子 可以進到日本航空 我們台灣民族 六七百幾機子送進去裡面 含動就不動 當時 因為 久年 久年的時候 我們今天 他們每天都嚇到了 像我們的機子 像我們的機子 都幫你擦紅的 整個機子都紅的 像日本國旗 但是我們的那個黄 比日本的那個黄 比較大顆 比較大顆 好啊 你擦紅的 但是你看就知道這支我們 今年就不一樣 今年 警察 隆重不動 真的是 拼你要帶 都給你帶 所以六七百幾機 隆重進去 今天又很奇怪 今天 因為 因為 去年 我們是跟日本天龍的同學 今天不一樣 今天跟日本 風休的同學說 雜貌比較有難 去 把我們帶去日本天龍 我看差不多十五公尺而已 六七嘛 十五公尺嘛 對不對 這裡都有人證明 頭前 六七百幾 那是拼不怕的 所以今年 我們再去NHK 幫他抗議 今年那些民意 就知道說 有一支機子要買 台灣的 台灣民政府的機子 當然我們今年 再去NHK 不是抗議 你幫他抗議 我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不用抗爬嗎 你不用抗爬嗎 對 我不是就對 過期你都不要聽過 真的你都不要聽過 含日本人 就一個口氣開 你們不是中國人 你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們是台灣人 日本天王 我們是日本天王的臣民 比你更大 所以我告訴你 二月二日 有四天三夜 日本人要派二十個來這裡受訓 三月十三 到十七 五天四夜 有二十個 年輕人大學生要來這裡受訓 你不用反應嗎 過期是台灣人要去那裡學 對不對 是不是 不好意思 現在換你來這裡學 所以日本人也有說 過去我們日本領先我們台灣 現在你們台灣人 比我們日本人更厲害 我說很簡單 因為見證意 你日本人的打都沒了 他的打都破了 沒打 什麼 我問你有什麼好跟我怕 美日安保條約裡面 美國人要幫你保護 我們台灣 你看 你看 這個世界的演變 日本的主義怎麼說 你中國這兩天也發表 中國如果敢打台灣的話 我們日本一定出兵 奇怪 如果真的台灣跟日本都無關 你在出什麼兵 為什麼日本要出兵 因為 台灣這個土地又是日本天皇 我感覺是美國已經在幫忙日本 美國以前在尼克森的時候 他說一句話 強大的中國 強大的中國 是對美國利益 能夠保障美國的利益 你有沒有聽到 你聽到嗎 聽到的壓手 都聽不到 聽不到的壓手 聽不到 聽不到 你再找一下 都沒有壓手 我說台灣人是個個性 我知道你聽不到 為什麼強大的中國對美國的利益有好處 因為強大的中國可以對抗蘇聯 所以當然他強大好 所以當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蘇聯本來跟美國說 趕快趕快 他們在文大革命 我們來聯合 將中國消滅 美國說 No 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 中國如果對蘇聯有抵禦的工作 現在剛才不一樣 現在因為中國利用他的工資 因為全世界很多錢 他現在說 我們要崛起 中國人本來就很會臭 所以 前禮拜 李肇星他說 他說 我們中國炫富 炫富什麼意思 我中國很好 要敗就對了 因為中國根本沒有資格敗 美國裝窮 美國現在經濟勇氣 會倒 各位我跟你說 美國如果要倒 我偷偷給你做多少 怎麼說 全世界一個經濟危機的時候 那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 那個國家的壁子 大扁特扁 我請問 美國經濟如果不好 美國經濟也沒有貶值 不只沒有貶值 我們都在升職 你聽有意思嗎 美國要怎樣 要貶值 沒有好 他的錢沒有好 可見得 美國也散 真的是叫做裝窮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直接說一個 說一個禮給你聽 美國如果 要將中國的錢 跟平調 當然 我們是普通班 我沒有像中國國情 那時候有高級班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像中國國情 我講一些給你稍微聽 美國不是說 欺負中國很多錢有嗎 他的副總統去中國訪問 北京大學 你怎麼拿去 請問 美國欠我們中國這麼多錢 那個錢也沒有保障 美國會不會還 你知道他的副總統怎麼說 你放心好了 這些錢 絕對是有保障的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那麼有保障 如果比較聰明 比較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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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受 你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如果放出來是什麼 大便 我怎麼可能 把你的肚子 把肉拿起來 有可能嗎 不可能啊 美國怎麼行 我幫你講好不好 很簡單 你要知道嗎 你要知道嗎 不 我沒有 讓你們知道 你們來這裡上課很有價值 我沒有騙 美國只要選擇 美金從綠色改成紅色 解決問題 你們奇怪 顏色改變就會解決問題 為什麼 因為顏色一改變 所有黑錢 都總走不出來 現在黑錢 包括 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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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像馬上就可以還清 只不過是說美國要不要用這一招 但是 我個人 在這裡說 我覺得五年到十年裡面 美國會使用這一招 那就改變他的所有問題 所以什麼QE QE1 QE2 QE3 現在QE4 美國印是印不金的 你看 你看 照顧你來美國印那麼多錢 美金是不是要貶值 國家有差別的事情 你印QE3的時候 美國你印的時候 跟中國說 我現在發行公債會幾億 你中國你要來買幾千萬 中國說你不懂我中國人撞到公了 你欠我那麼多錢 我去買公債要幹什麼 我要買歐幣 結果他買了歐幣怎樣 歐元怎樣 倒 他現在一個說 美國馬上第二天 財政部長宣佈說 好好好你不買 那我自己買 美說他要自己買 他自己買 中國人想一想 那晚上想一想之後 財政部長 他說不對勁 我買 我買 想他買一買 美國如果自己買 要怎麼買 還印鈔票啊 印鈔票他們在貶值啊 那些外匯 別說什麼 他只剩下一個人就好了 他就肚肚了 美國人有欺負嗎 抱歉 所以後來臺灣民進府我們的鈔票 對準美國 一塊對一塊 我們發行贈台幣 這樣好不好 好 你不會問說 你贈台幣跟新台幣要怎麼對換 你要問什麼 買走手 買喔 聽清楚啊 哪有臺灣政府身分證的 一塊換一塊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你拍手也沒有道理 一塊換一塊 你也沒有占到便利啊 後面這你就占到便利啦 那沒有臺灣政府的身分證的人 我就把他當成中國人 你拿不證明說你是中國 你是臺灣人嘛 所以中國人就四十萬新台幣換一塊錢贈台幣 你沒有 你沒有打破 我知道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搶奪財務 我不是搶奪 我是執行轉型正義 因為一九四九年 六月十五中華民國用一塊 用一塊的新台幣給我們換四萬塊的台幣 你有看到沒有 喂 這是一九四九年到今天 到今天 你說 到今天是幾年了 兩千零十三年 這麼多年來不用算利息 要不要 利息滾利息嘛 對不對 所以四十萬換一塊這樣有利息嗎 你中國人當然是要四十萬換一塊錢 當時你是用一塊給我換四萬塊的台幣嘛 我現在叫我換做正台幣的錢 你要四十萬換我一塊錢嘛 對不對 有利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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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您說的 都您說的 這不是我的意思 如果中國國民黨 要一千兩百萬換一塊 我是元切胸 我不會說完 元切胸 我也不怕他知道 連戰他們刀 我完全要給他剩兩顆機能就好了 你們在座可能會覺得 你是不是在開玩笑 我告訴你 我這是 我這個放鬆 是全世界放鬆的 我如果這樣講 我將來沒有這樣執行的話 所以我一定要執行好嗎 好 不是我的意思 是你們大家人的意思 好 如果這樣 四千名 這四千名 取得我們的國務人員的任用資格 那以前叫做革命先烈 那個是犧牲 你現在沒有犧牲 你怎麼犧牲 不用不用 我告訴你 你怎麼沒有犧牲 你只要來上課 來這裡上課 認真聽講 知道台灣的地位 叫你的朋友來上課 送給生名 這樣不簡單嗎 你看 我們從上課到現在 已經四十七歲了 而且 在座各位你是四十七屆 我們是從第一屆到四十七屆 去年前年的一月十四十五十六第一屆 到今天從來沒有停過 從來沒有停 當然 十一屆的高級班是在農曆年 那星期 就有高級班 我當然反映你們大家繼續參加 我們在網路上面我們會公佈 所以 我們在這裡這樣訓練 其實是美國要求的 美國說 我們政府高興 你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你們台灣人叫你是中國人 不怪 我們小時候念的書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旁邊那句我是台灣人 所以 你如果剛才有一個美國 你說你是美國人 也是英國人 你會給我打死 他真的你有問題 台灣人不會 你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這樣說沒關係 台灣就是台灣 中國就是中國 中國跟台灣怎麼有在台 你看 其實美國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對 1972年 2月28號的時候 有一個 美國跟中國簽了一個條約 叫什麼 上海公報 有嗎 上海公報什麼 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上海公報請舉手 你聽清楚 台灣海峽 兩邊的中國人 都認為 也就承認 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代表中國的 合法政府 美國 Ecnology Ecnology 什麼意思 翻譯到漢字的時候 要做什麼 叫什麼 現在認識到 沒有錯 我的講法是什麼 得知 聽到 我美國有聽到 聽到說 兩邊的中國人 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 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有沒有 台灣人看起這條 煩惱到這樣 我請問一下 剛才你都知道 我們是台灣人 不是什麼 中國人 這個跟台灣人有關的嗎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兩邊的 所有的中國人 都認為 有說台灣人 沒有 他們認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是你們老公的 我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台灣永遠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要怎麼講 就是隨便你 你別人說 走路路 說所有的女孩子 都是我的老婆 還不行 還不行 不可以 你知道這不可以 他說那 都自己對號入座 都自己對號入座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人就這樣 現主席 你說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都會經常問 中國同意嗎 中國跟我們無關的 這也無關的 對不對 所以上海公報 817公報 兩邊的建交公報 很清楚 都是說 你中國人的第一 同時 這三個公報 有一個很重要 這三個公報 都是說什麼 都是說中國的立場 裡面沒有談到 美國的立場是什麼 這是厲害 美國人真的很厲害 他從來不談 美國的立場 所以美國在說台灣的時候 台灣不可以公投 不可以 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 不可以 台灣不能加入 那個國際組織 不可以 都說台灣不可以 台灣不可以 台灣不可以 從來沒有講說 台灣可以什麼東西 台灣可以什麼東西 送你賭 就送你旗子 這支旗子 去年11月2號上 美國國防部 Panel 叫國家安全會議代表 送我們這支旗子 送旗子 旗子 還沒說什麼 只要你告訴他 As you wish As you wish 什麼意思 As you wish 什麼意思 如什麼 如你們所願 我們的所願是什麼 美國應該 回來 在台灣繼續佔領 啊 就今天和平條的23條 你美國要回來佔領啊 我們顧美國 美國的犯意全盤5點 很重要 第一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奇怪 剛才說的 不是說日本的國際 沒有不對 因為建軍以後 那些人 這支土地 suspen 掉下來 所以台灣人沒有國際 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的政府 第三點 本土台灣人要再生外地政治戀儀 什麼叫做政治戀儀 什麼叫做政治戀儀 要你選舉 喜歡說選舉叫做政治戀儀 國民黨很厲害 你跟我說不要去選啦 旁邊的人跟你說什麼 你不要去選民進黨 要不要選國民黨 我不問他 國民黨跟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 都一樣 怎麼講 國民黨 你不用說 他上面是叫做中國國民黨 你看到嗎 對不對 中國國民黨你看到嗎 看不到的牙齊 都有嘛 好 民進黨你看到嗎 民進黨你看到嗎 民進黨的黨章第一條 還有台灣決議文說什麼 我們 叫做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剛才我有說過 台灣這個主權又是什麼 日本天皇的 所以你主權哪裡都獨立 這就是為什麼 民進黨也好 這個黨外也好 拚幾包拚到要死 拚就拚不出來 李政委十二年十三年的總統 扔下去八年的台北 十二十年 二十年 說比較難聽的 說更飯炭的拚十二十年 台灣人要獨立 還是說台灣要怎麼 才會沒辦法 百人的土地 日本天皇的土地 你就要去問日本天皇 你有同意嗎 日本天皇已經同意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我告訴你好不好 好嗎 好嗎 好 坐好 好嗎 我們這邊 去年到幾年 有去跟日本搖頭 有嗎 好 滿載 滿載 有嗎 我們總理說 台灣要自治 台灣要自治 日本天皇 因為隔著玻璃 好好好 好好好 我總之眼明 給美國看 我日本天皇已經同意了 讓他們笑到要哭 你去問他 不然 我願意三面對職 你美國安排 我派人去跟日本 面對面 說給你聽 美國人笑死了 你太聰明了 今天我沒有出國 我不能出國 因為我沒有護照 你奇怪 你不要去申請 不要說不要去申請 去年 過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內政部 發一張公文給我 看來這裡 因為 我說不買出 哇 那台獨的 或是那些獨牌 哇 三六百個媽 通牌 你那個林摩摩被限制出境 什麼欠稅 說一堆 我真的說欠稅 這十幾年 也已經出銷了 更爛了 中華民國內政部 我真的問什麼 台端並沒有被限制出境 意思是什麼 叫我去申請課照 跟你說 我如果申請課照 我如果出離 我給你保證 我會流亡在國外 所以我怎麼可以出離 通不 不通對不對 我告訴美國 美國怎麼說 這樣 你們在那個 你們農場 你就蓋一個直升機場 我就派直升機來接你 我們的直升機 馬上就把它蓋起來 有沒有 美國裏也說 我在天上已經看到了 看到你就來接我 因為你沒有登我 怎麼接你 直升機場要爭丁 所以 因為這個正中 我去幫我 好 跟他這樣 學別媽媽說我這樣 親菜公公 好 美國說 人家說我親菜公 你當時要來 我沒有登啊 問登 買去買 要找什麼買 要找什麼買 家裡有在賣電費的丫手 那沒效 那是專用的 因為今天你們的好運 因為我藏這個消息 美國 有關單位 答應我們的 直升機的那個 升降的那個燈 已經送到台灣給我們了 謝謝 你不要看 對不對 好 我們爭了 歡迎你來參觀 我相信 這個電費把它放下去 美國總是去 美國總是去 就位到場 但是要叫我一個去 我也賣 我總理啦 議長啦 這裡都給我去不去 不然 把我載去 太平洋給我 我給他 要讓我到人去的 有喔 鴨手 都沒有讓我到人去 不用錢 只有一個而已 兩個 三個 你自己賣 不用錢 你賣嗎 你們不要嗎 你們不要嗎 你但是 自己看自己不去 我才跟你說過 你們不要看自己不起 中華民國說 他叫做精英 你直升的叫精英 那都是貪污的精英 對一個不是你跟我說 你都不要看 中華民國要離開 你都搞不清楚 你看 中華民國的官員林義士 貪污 用什麼東西 米金 那個洗鑊 洗鑊 洗鑊 那個消防 用什麼東西 金條 全世界有人在貪污 用金條 金條的嗎 只在走路才會這樣 教士 他們那五十人知道 要離開了 他現在現時 中華民國對台灣 拼命的掏空 五大基金 都在賭國 什麼 什麼勞工基金 什麼華國基金 都在賭 要怎樣 不然我們要 不是招勞 他們要招勞 不是招勞 要怎樣 環保 不能說愚痴 各位 你們不要看現時的狀況 掏空是掏空 是我們的錢 我們要賭錢 集中在某些人的身體上 所以 你看看 外匯存體沒有賬 那些錢還要留在台灣 你聽到嗎 外匯存體不一樣 表示那些錢還要在台灣 如果留在台灣 我們的議長 我們的總理 下令 組織特別小組 我幫你補 什麼錢都挖出來 不用擔心 我們只要 照美國的規定 四千個找到便 四十一萬的人 新聞前請到便 我覺得 美國現在比我們更加急 他們已經很著急 所以才會跟我們說 照度你來說 台灣民政府要升等 變成台灣政府 我們還沒有資格 但是為什麼 在1月2號 幫你宣佈說 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可以向美國申請 變成台灣政府 這一個一宣佈 發帕你們不要聽過 發帕 以前民進黨 現在國民黨你要支持 三天前 主動的寫E-mail給我們的律師 他說 我們去發生的DC 看辦公室 沒有找到 台灣民政府的辦公室 我怎麼看下去 我跟他說他們在收房 台灣民政府的辦公室 在我們那個地址上面的 第75號 房 Unit 75 所以 律師前發議 我馬上給他一篇 我問你們過去對台灣有貢獻 可是你們現在已經不對了 你要將台灣跟台灣和和平在一起 這是不允許的 你們如果要跟台灣民政府聯絡 你可以 可以寫E-mail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可以跟你討論 過去 所有的獨牌 所有的民進黨 包括國民黨 本來是 本來是 看我們看不見 因為他說 你就沒有人 像總理說 剛才才10個而已 我們今天有幾個人 我們做過訓的 普通班超過2500 國基班1100 當時如果這個加年加起來 我們超過10萬人以上 而且我們這個10萬人 都是團結一致的 那跟民進黨跟國民黨 那都是非常鬆散的 是絕對不一樣 那是台灣民政府的 坦白講 幾乎沒有人離開過 我也敢說 我們這個論述 向全世界挑戰 到今天為止 這麼多年了 沒有任何人能夠打破我們 同時向我們挑戰我們的論述 因為沒有辦法挑戰我們的論述 所以 他就開始用抹黑了 我跟他說 要抹黑一個政治人物 你會記得 老闆 我才跟你教你 你會知道 要抹黑政治人物 用什麼方法 如果他女兒來說 錢跟女兒 就當了 你看有幾個政治人物 不是哪裡錢 還是女兒的生活上 所以 如果要從事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這個工作 在做所有的女兒 同時 我會跟你們說 老闆 我們的家庭 家庭的價值觀 家庭的生活 是我們所追求的 我們絕對不允許 亂搞對不對 對 你們拍手 但是現在 中華民國體制 每一體 都在跟你說 都在跟你說 你不是說 他叫他講這個 他講這個是什麼 無形容中 改變的觀念 無台無知 都對哪一個影星 哪一個人的 私生活怎麼樣 那個是我們想知道的嗎 沒有 沒有 很無聊的 所以各位 我們在座家的 女兒的動機 既然你要走上 政治這條路 你要自己 檢點自己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 中立議長 我們會以身作則 這兩件 我們一定不會 掉到這個 兩點的身上 可以說 錢 我們跟今天為止 不向台灣人 不向在座的學員 要求你們捐款多一毛錢 在座你有捐款 募款給台灣民政府的請舉手 不是只有你們沒有 我聽過在這裡跟你說 全世界我們都沒有 你說奇怪 你的主委就來 你報到上面那麼多批 那麼這個一差片 跟美國華盛郵報 台灣所有的各大報紙都在上面 你主委就來 你會問嗎 要不要問 要寫什麼 我告訴你 要不要問 聽好了 我的手勢 我不能講 奉命不能說 所以 有的人外面在抹黑欄 說什麼詐騙集團 我很奇怪 想我 我們當時向什麼人收過錢 說詐騙 有啦 新聞情 新聞情那些一千塊是什麼 是公弁會 但是我們也有關議 執政以後 親親受人情的人 我們的議錄說 五倍五千塊還給你 四十一萬而已 不是公眾 四十一萬 我們執政之前 如果有四十一萬人申請 每一個人還你五倍 夠有多錢 馬英九 消費郡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一個分三千六百塊 他就在分了 怎麼四十一萬人 一個行給你五千塊 這樣過分沒有 還有過分 簡單 所以 你心心想起來 你聽我講 那不 當然 這不能發財 你說退出 不能退出 我先講 要自己的 心甘情願 來出這個一千塊 不能退出 我再說一次 這是違法 他一定要自己出那個一千塊 申請社分證 那不 你看 正台幣一塊錢 換一塊錢 就是我們的所有 這四十一萬人 一塊可以換一塊 那 如果 中國人 中華民國人 我就要給他 四十萬換一塊 我 原因是什麼 因為一九四九年 六月十五 你用心台票 一塊給我換四萬塊 我的肚子回來 這樣好不好 好 你們剛才自己都同意 我是說真的 我不是說假的 我是完全很公道 所以有人說 你台灣民主黨要接官的時候 是不是會革命 會不會 社會會動盪 你看會動盪嗎 我幫你保證 絕對不會 我們的黑熊部隊 將來就是掌控警察 所有的部隊 美軍佔領來處理 美國 我高級 美國 多少人進到台灣 你知道嗎 最少兩萬八千名 只有那個 萊鵝那個地方 內湖的地方 有八百名的海軍陸戰隊 住房在那裡 再來 再來 你來看一個現象 AIT 四百五十個人的原工 嚴力 像多少 四十個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四十個而已 如果說AIT 今天還四百五十個 因為美國已經將AIT採檢 為什麼採檢 因為AIT本身就是民間組織 這個民間組織 美國海軍陸戰隊要去台灣 根據究竟和平條例二十三條 東西 簽證 改造國土安全部 來附近 國土安全部是 官方組織 本來是民間組織變成 官方組織 你難度不要看出來說 美國已經開始處理了嗎 我們跟美國說 我台灣民政府台灣政府 我們沒有部隊 也沒有軍隊 為什麼中華民國才會有部隊 有軍隊 這是不對的 你說OK 我們就下令 中華民國的部隊 要取消 怎麼取消 一步一步來 第一個 不能去做兵 不能再叫他去做中華民國的兵 第二個 中華民國所有部隊的logo 全部取消 艦車 坦克車 滾桿 飛機 甚至那個兵 那一顆 都拿到 你看 那不是說價錢 你們都 生活都沒有在注意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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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幾年的 所謂的雙十節 他的 價錢的國慶日 在走的時候 所有的艦車 所有的 那個卡車 那個路都沒了 你看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沒有 這裡 這裡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那是不甘願 要處得很清楚 他處理一下 他說那叫做低適度 你怎麼聽到 低適度 美國 空中預警機 四隻都都收回 飛彈 比較先進 都都收回 他說要修理 他說要修理 中華民國 你花那兩個錢 去的東西 他說要修理 就拿回去 我問你 林島 如果買美國車 尊公派他 說要散回美國修理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我自己買那些錢 飛彈 你就派人來這裡修理 就好了 不是 他說要拿回去美國修理 拿回去 兩三年 也沒有拿回來 我跟你說 這個原音 就是我們教 我們跟美國說 你美國國王部 國務院有宣布恐怖組織 三個條件 叫做恐怖組織 第一個 不是一個國家 我問你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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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自己說的 包的說的 你怎麼知道 美國國務院 那些國務院 全部幾個禮拜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一個 尚未決議的一個 一個議題 不是國家 第二 擁有武器 我跟美國說 我給你檢舉 中華民國擁有武器 我台灣人買 你中華民國買武器 我台灣人去交錢給他 你怎麼台灣看國王就好了 所以 我們跟美國說 你要把它拿回去 第三 當兵 在當地爭兵 這點是非常嚴重 兵阿登 在阿富汗 他就是怎麼 強迫當地的人去做他的兵 所以美國宣布 恐怖組織 我台灣人 讓你接不領 你中華民國叫我去做兵 我沒有去做兵 你把他抓他拐 這不是強迫不是什麼 所以 中華民國是不得不扣的恐怖組織 美國承認 所以美國在做 大家不要看 中華民國也對應我們的方法 你看 我們一個黑熊部隊 開始做的 中華民國選擇 所有的警察 加薪八千塊 我們一個選擇高砂族 我們要自製 我們要給他自己的學校 自己的法院 自己的警察 中華民國選擇 高砂族如果犯罪 要特別的法庭審判 他大方都 這個上課也你看 因為我們就公開 所以也好 我們在幫忙高砂族 爭取很多權利 所以我跟你說 你不要小看我們自己 尤其小看我們很主席 我們這頂人 我們要講的一句話 每一次我在這裡全部講的話 每一句話都會實現 從來沒有落空過 所以我們的修憤以後 我們這些動機 你每一次我們修憤的 禮拜天的下午一點半 你們都可以來坐在後面旁聽 因為每個禮拜 我們修憤的是那個禮拜天 因為是五六日 禮拜天的下午 的最後一堂課 我的課的時候 我就會宣佈 最近 整個台灣局勢的演變 還是美國跟我們交代什麼事情 所以你看 你如果看 走日 我們坐這 後日 會到 我告訴你這裡一定會放 因為大家都想要回來聽 你們也一樣 你們 要回來聽可以 因為你們有看你 你們有那支牌子 有嗎 我今天不記得 那個牌子 你不要小看這個牌子 有這個牌子就可以來聽 只要吃飯要加錢 大便錢 怎麼說到沒有 這麼小 說要加錢 這麼小 你吃東西也不用加錢 對不對 對 稍微有良心 各位 我們再來演變一下 你看看我們今天 今天你們大家都有收到這張的DM 你有看到這張嗎 這張呢 聽清楚 這張在這個月的21號 蘋果日報會看出來 這張 蘋果日報 會把這個報紙原封不動的看出來 這張呢 你看 你看看 我在問 所有看不到的人 問他說 中華民國的護照 你有中華民國的護照 你看 護照跟眼內業 所以 身份證 國民身份證 新台幣 你沒有辦法在國際上 自稱你是台灣人 你要不要說你是台灣人 你就要有這份 台灣政府發行的 台灣身份證 同時 這個橫橫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 跟美國在要求一般的 這是旅行證件 這個旅行證件 我估計 很快的時間我們會拿到 特別是 1月21號 我們在報紙登了 在華盛頓郵報上面看了以後 美國會很震動 我幫你報警 當然啦 在華盛頓郵報不會寫中文 都寫英文 各位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有厲害嗎 有 台灣的地位怕很久了 你都搞不清楚 我跟你說 你不可以想你自己在這裡 這樣聽聽 你都沒人 我拜託各位 你怎麼買一份取 這不是工商時間 你買取 不是 你要買那本新台灣論 新台灣論 你如果買去 沒空 你要空 因為你在外面會讀到人 人知道你在這裡受過訓 人家一定會考你或問你 所有問題 都在新台灣論裡面 都有答案 所以你一定要看哪一本書 所以你一定要看哪一本書 受問的人 日本的定義是一千塊 受訓的人是五百塊 你如果說要送給你的朋友 還是要賣給你的朋友 你不能用五百塊賣 要用一千塊原價 受訓的人才可以五百塊 你可以買 但你要看 這樣好不好 這麼漂亮 抠一下 抠一下 沒有要看 好 好 那本書有要看的 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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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這裡可以吃十斤 你知道嗎 一天都有四斤 最厲害 尤其冬天 好 放四斤 吃 最厲害的人 可以擋三公斤 所以他們還說 我都不太敢吃 不過 你偶爾一次 應該是沒有關係 待會兒 點心什麼 我不知道 可能是韓雞湯吧 用那個黑糖烤的不錯 來 那個 新台灣論 你找那個 後面有寫一個 買書找我 現在你不會找那個 請求醫 那是 那個婦女學會的總會長 來 各位 今天最好跟這裡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請求勵 請求勵 求勵 請求勵